- 蔡允潔去年與老公驚喜宣布閃婚 婚後兩人也生下女兒 引人注意的是在懷孕的過程中 蔡允潔足足胖了30公斤 巔峰時期體重更來到了87公斤 生下女兒後上節目提到自己被馬國賢笑說 是在跟麵包超人一起錄影 而因為產後沒有立刻收下來 蔡允潔因此陷入產後憂鬱症 對此她表示坐月子時很容易倒汗 每次一換上新的衣服 卻會馬上失掉 也完全不想讓老公看到自己一身肥肉 回想到當時複雜的情緒 蔡允潔更忍不住落淚 她還說到因為女兒也是白白胖胖的 某次在直播游泳時 外公笑說要幫孫女減肥 此時老公卻說到 幫你孫女減肥前先幫你女兒減肥 一番話讓蔡允潔氣到想要離婚 也努力的想要切割掉這一段婚姻的禮罪 讓人意外的是才短短三個月的時間 她的身材已經變得相當鮮細 肚子瞬間變得非常平坦 讓不少粉絲看到 紛紛留言表示 小街到底怎麼瘦下來的好羨慕啊